来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跟来友们分享一下 什么是兰花的前楼苗,后楼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饮种苗 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常说的前楼苗是指 在同一盆兰花之内 它有至少四五苗以上的连体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作 前楼苗和后楼苗了 因为我那个自拍杆坏了 我现在是单手拿着 好像有点不太稳定,不好意思了 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一盆 这个当中的话,这两苗就是老苗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爷爷 生了这一苗,这个就是爸爸 最前面最壮的这一苗 这个是儿子 我们在饮种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苗子肯定是前楼苗 这种纯龙头的前楼苗 什么是纯龙头的前楼苗 就是最新的这个苗成苗 它在成苗之后很快就会出芽 这一共有两个芽 而且纯前楼苗 这种龙头苗,壮苗 它出的芽也会相对壮一些 像如果我们分苗的话 分下来这种后楼苗 这个出的苗相对也会弱一些 所以来友们在买兰花的时候 尽量买这种前楼状苗 这个它不需要复状 再给来友们看一下 什么是前楼子母苗 像这一种的 这个就是纯纯的前楼的子母苗 这个生机就特别好 我们看这个卤头 这前楼的子母苗 马上就出芽了 像这种苗子我们分完之后 很快就出芽 并且它出的芽会比较壮 这种的是前楼的子母苗 再给来友们看一个后楼的子母苗 这个就是后楼的子母苗 看它后楼苗相对 它就要弱一些 新出的这个苗子 芽头也要小很多 跟我们这一对比的话 它是非常明显 它们两个是同一个品种 都是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一起分下来的 这个芽头也要小 兰花尤其是建兰 它就是这个特征 如果它芽头偏小的话 不太好开花 并且它发出来的芽 相对也会弱一些 它已经成了 已经结成芽头了 这个地方是芽点 已经开始冒芽点了 这个芽已经出来了 纯的前楼子母苗 就要比后楼苗壮很多 这样我们从叶高上 也是很明显的 然后从叶宽上 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撞苗的叶宽 也要比它宽一些 什么是后楼植母苗 我就给来友们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像这种苗子 我们在分盆的时候 把这些前楼苗 都分下去之后 这不是还有老苗吗 老苗通常我们还可以 再把它种下去 它还会再发芽 它再发下的芽 成苗了 然后再出芽 这种再分下来 因为这个老头 种的久了之后 它就没有根了 再分苗的时候 就把这种没根的老苗 分下去 避免它争夺前面新苗的养分 像这种从后楼苗上面 分下来的苗子 就叫后楼的龙头苗 我面前的这两盆 就是我分下来的单苗 这一苗就是 纯浅楼的壮草 这个是最壮的苗子 看这个炉头非常大 这个就是二代苗 我们怎么能分出来 它是二代苗 就这个放在一块 来友们一看就懂了 这种纯的浅楼苗 它没有发过芽 刚切下来 看它这个叶甲 还都在 但是我们看这个二代苗 哎呦不聚焦了 我们看这个二代苗 二代苗因为它之前 已经出过芽了 所以它这个叶甲 已经干枯退去了 这样我们很好区分出来 什么是二代苗 我们在饮种的时候 买到这种二代苗 也不要紧 其实二代苗的话 只要我们养护得当的话 它一般出的芽 也都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在饮种的时候 最怕饮到这种弱苗 像这种的话 在兰花上就称作饮种苗了 它就不能算几代苗 它只能算作饮种苗 这个夜景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像这种苗子 它出的芽也会比较弱 就这个还好呢 这个是两苗 我种在一起了 来友们以后 自己分苗的时候也是 这种比较弱的老头苗 尽量的话 就不要把它分得太单了 尽量种两苗 种在一起 出芽了 出了两个芽 只有两个小米芽 已经出芽了 尽量不要把它分单了 如果这种老苗 本身它根系就不太好 如果分得过单的话 它出那个新芽 也会很弱的 这样的话还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副状 比如说渐蓝吧 如果是比较弱的 像这种单苗 比较弱 根系又不好的 那么差不多要经过一个两年的时间副状 我总跟来友们说的副状 副状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看见这个芽 它成苗之后再出一代芽 这就是一个副状的过程 主要是靠时间 没有什么特效药 说一代就能副状 这个很难 尤其是苗子特别老的时候 咱们说的饮种苗 一般也就是经过几代发苗 再退下来 那个都没有根系的 那个一般称作为饮种苗 还有像这一种的 这个都是前一段时间 我分那个寒蓝分下来的老头苗 这三个老头 三个老头 我就把它种在一个盆子里了 不然的话 如果把这种老头苗分担 出的芽会很弱 这个都不一定能出芽 不刨了 今天刚来我们分享的前楼苗 后楼苗 还有饮种苗 这些一般都是出现在 价格略微高一点的品种上 就是价格至少也要过百以上的苗子 会分的比较仔细 比如说我们买这种饮种苗的话 像我刚才拿出 这状态特别不好的饮种苗 那么如果和这种 最壮的前楼状苗比的话 那它们两个的价格 可能是不止三倍以上 如果说这一苗一百的话 那么像这种苗子 这个三个头最多也就值50块钱 就它们的价格差的还是挺多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建议来友们 如果入好一点的品种的时候 入壮苗 壮苗的话 它发苗率也是最高的 发苗也是最快的 像我们平时在市面上 买几十块钱一盆的那种兰花 那个我们是不需要去分 什么前楼苗后楼苗的 它基本上都像我面前这一盆这种 它是老中青三代都有的 就是当我们买那个价格过百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在买苗子的时候 饮种的时候 最好跟商家跟它沟通的清楚一点 像这一种呢 就是比较壮的前楼苗了 这个生机非常好 它出的牙也就会很壮 这个都是我秋天的时候分的 都已经出牙了 这个季节都在出牙 那么如果这种价格比较高的 我们要是买到这种后楼的子母苗的话 那这个生机就差太多了 这个就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蓝友们在入草的时候 就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再见 接下来